好,這是問台積電,TSM 有貨的,是Brian來的 120.5美元,在虧了一點錢 你如何建議他? 多捉兩天 多捉兩天,差不多了 因為臨出業績之前 應該有一堆人買了 120多的樓上,120多樓上的樓上 出業績其實是OK的 但是沒有了,跌了 然後很明顯看到跌兩天 兩天都陰足,然後穿上附近的大鍵的停車位 可能是117也沒有了 所以變成跑了一批人 但是你問我,我覺得你不是特別大住 其實反正也來到這些位置 不妨再等一會 他在說整個六、七月的低位 都在說最低都好像是112元 其實距離現在都是欠三個多 那就不如等它 我可能甚至乎會設定低一點 因為有時候很容易技術斬的 就是跌到最低的位置 然後大家停止了,然後就抬低一點 抬低1、2毫子 所以你給我,甚至會設定到111元附近 然後才停止 即是真的去到那些位置 都沒有辦法了,才斬 而且這種情況很相似 即是業績後跌倒 然後通常就是沽盤 沽兩至三天左右 所以正常來說,應該沽到今晚也差不多 但是加碼就不建議了? 加碼似乎你上一轉多少 雖然平時來說,我們一向是扣高不扣低 通常都是不會在一個有賬面虧損的情況下再加貨 但是如果你本身都已經預算了預算 由之前那一轉不是很大的 那我覺得這一轉一定是一扣一都可以 即是你本身,你叫做加貨是買回 和你之前原本買的銀碼 估算也可以,估算一定會更少 即是銀碼一樣的都還可以 但是多過就不好了 即是有些人喜歡的 即是買一柱先,然後再落就買兩柱 在這個情況我就不太建議 明白,即是都是守住先 即是按兵不動 是的